我基本上是不在乎学业的 你就不要去理什么家长说的话 他们肯定是为你好 只是方向错了 他们希望你能够继续读书 课本就是个同在工具 读再多的书 也不就是个去当个022k的被奴隶组冠养的奴隶 哦对了 这节QA会具象在那些没有回答过的问题 不会回答1000QA那集 而那集我所说的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未来的目标还是靠自己的能力 16岁搬出去啊 然后未来还是不会想当机长啊 脸还是一样丑啊 女朋友还是交不到啊 好第一个问题 影片主题是不是遇到瓶颈了 我承认在空难片之前确实遇到了瓶颈 但现在完全不会 但我在想如果知名空难都拍完了会怎么办 然后现在的办法就是 知名的空难就下空难的名称 比如名古屋空难 大圆空难 不知名的空难就下 呃比如美航191我就会下 飞机起飞行引擎 喷出之类的 很卑鄙对不对 然后至于后续发展 我会继续拍空难 然后用钢那招 但我还是会拍那些什么机场到探索之类的 只是会比较少而已 就这种片会比较少而已 我还是需要备用计划好不好 我想看哥布林穿女装 我是阿哲吗 国三除了断考还有模拟考不不不不不不不...... 好反正就是问我学业跟影片如何兼顾 首先我基本上是不在乎学业的 反正补助教学は写一写 还是能毕业了了 希望 反正我的目标很明确 明确 反正我的目标很明确 跟学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学业呢 管她的 可以边漏脸边拍片吗 不要 尴尬 會有推定潮 我的真名 來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嗎 關 你 屁 事 還有人問我家地址 不說了不說了不說了 一部影片拍多久 欸 其實看情況欸 比如機場大探索這種 基本上沒有內容的 OK 喔 這個 可能十個小時 差不多吧 就是加那些什麼 一開始的拍攝啊 配音啊 打稿啊 然後剪輯什麼的 完成 反正就差不多十個小時 那現在是空難模擬 這種要先查報資料 你知道名古屋空難的調查報告 有五百多頁嗎 然後再去統整資料 打稿 之後開始錄影 又要錄大概三萬次 因為我希望路線能到幾乎完美 所以 真的會錄非常非常多次 然後又要把錄影檔分段 之後又要配音 配音完要初剪 就是把NG片段那些 還有不順的地方空隙都直接剪掉 最後 就是瘋狂的後製 然後現在我還要去學校浪費他媽八九個小時 所以黑音那部我花了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重點是一堆人說什麼 哥布林訂閱多了啦 就不跟片了啦 首先我的訂閱才兩萬多 兩萬多很多嗎 不 兩萬多 兩萬多以前可能還可以 現在呢 毛都不剩 現在YouTuber 沒十萬不敢叫YouTuber啦 然後回到重點 一堆人說什麼 哥布林訂閱多了啦 就不跟片了啦 你自己說說看好不好 我會玩其他飛行模擬器嗎 我 不確定 因為像是日航123的主角都是747200 啊Explain就沒有747200 這樣我要怎麼吸點閱 我不是說這樣我怎麼對得起我的觀眾呢 對不對 所以未然我或許會去入坑P3D 但坦白講我是不太喜歡P3D的 就魔飛界的蘋果 明明用Explain就可以有的畫面 真實度 P3D硬要什麼都花錢 然後還有些人就 自我優越你知道嗎 就好像玩P3D就是什麼 有錢人自我優越 真的 自己花了比較多的錢還自我優越 真的笑死 跟果腦粉一樣 我自己也是用蘋果 但我不會果腦粉好不好 而且 我自己掙了 沒有人可以judge我 好好好回到正題回到正題 就跟果腦粉一樣 而且如果錢是你自己賺的 那你怎麼花也是你家的事 但班上很多果腦粉就是 明明靠北靠母 然後在那邊自我優越 嗨呀 會開會員嗎 欸欸欸搞不好搞不好 而且 會是那些快要消失的單元 例如機場大探索之類的 看情況 高中會想讀哪 我都可 我沒有什麼 志願什麼之類的 我家人知道我開黃香嗎 我 不確定 真的好可怕喔 好氣死了 OK這個問題很有趣 如果你家人不讓你拍片 那你是怎麼剪片的 好反正現在也沒什麼好隱瞞的 我一開始剪片是用一台筆電 然後當時因為我媽覺得 剪片會影響到我的學業什麼的 就直接把那台筆電砸了 所以我後來就去客廳用客廳的電腦 偷偷剪半夜爬起來剪 寒假的時候也是去客廳那邊偷偷剪 直到後來就是我 我用我媽給我的吃飯錢 喔講起來喔 好那個喔 反正就是我用我媽給我的吃飯錢 然後一點一點慢慢的存 終於存到了一台大概一萬兩千多的電腦 就是那台i59400跟RX580那台 現在當然是新組了一台 RX580效能真的太糟了 Intel沒什麼好說的了 然後說回來 我看盈利之後 我就自己組了一台電腦 所以我在還沒看盈利之前 就是真的剪得很小心 我不知道我媽會不會看到這部影片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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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來過香港馬來西亞嗎 欸其實蠻多人問這個問題的 有有我去過香港大概五六歲的時候 當時我記得我去了九龍 然後香港迪士尼那些地方 其他部分比較沒有印象 但馬來西亞我沒去過 然後香港我也不敢去了 國泰我也不敢搭了 看看我其他影片就懂了 我目前還是最想要去日本 喔真的喔 喔好讓出國喔 好讓出國喔 對了我們目標還有一個 就是16歲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出國 好不好 多看點廣告好不好 喜不喜歡看空難片 喜歡不管空雙浩賤 我們已經失去四個機器 再重複 全部四個機器 現在跌到飛行程度 3 5 0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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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樣也太好了吧 看個四十幾分鐘的影片就可以做一支影片了耶 把認真收集資料的人當塑膠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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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可能把精液的部分和其他的部分分割開來 再用遮射片覆蓋 這他媽才不夠幾秒的畫面 我要做十幾分鐘 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現在就在做我的夢想 然後我來回答一些就是在其他影片中常常看到的問題 比如我幾歲啊 14 男的女的啊 喔我都快被問膩了你知道嗎 我是不是1450啊 我拜託你罵別人1450前 去看看其他影片好不好 順便幫我轉一下點閱不是啊 我在這邊說一下我的政治立場 我認為呢 國民黨 沒什麼好說的就繼續填供吧 民進黨應該改成民退黨 然後民眾黨應該改成叉燒黨 台灣的政治我還能說什麼嗎 還有一堆人說台灣的民主度很高很高很棒很棒 台灣的民主度確實是比其他獨裁國家還要高 比如中國俄羅斯北韓 但也沒高多少啊 有人會說民主度排名都顯示台灣的民主度正在往上抬 並沒有是提出其他國家的民主度在下降 我認為台灣有自由 但民主比較少 我對民主的定義就是人民做主 有嗎有嗎 資本媒體做主吧 我們有選舉 但台灣的政黨輪替有屁用啊 表面上是人民做主 實際上呢就是媒體操控人民的手 當然這也赤草比沒有得選的國家還要好 至於是哪國我就不說了 最後希望給所有想做自己想做的職業的人 給點建議 就假設你想當youtuber 你就不要去理什麼家長說的話 他們肯定是為你好 只是方向錯了 他們希望你能夠繼續讀書 這樣才能成為他們眼中的正常人 他們也會擔心說 你如果未來不做youtuber了該怎麼辦 總得有備用計劃吧 但我想問一下 那些你們認為的正常的職業就比較穩定了嗎 我承認youtuber的收入確實比一般職業不穩定 但你只要抓到訣竅 你還是能夠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你要想想看 你在youtube這邊紅海當中的重要性是什麼 這獨特性是什麼 你一定必須有比其他人獨特的地方 不然你就只是個普通的能被取代的跟風仔 美國掏金草真正掏到金的 就是那些前幾個去掏的 當然你還是得想清楚 要不要去承受那些沒有非常穩定的生活 再來你老師可能也會說 現階段要以課業為主哦 以課業 你他媽剛說以課業嗎 課本就是個統戰工具 這沒什麼好說的 讀再多的書 也不就是個去當個022k的被奴隸組冠養的奴隸 當然youtuber也是去被Google公司冠養的奴隸啦 但至少沒有大公司那種壓力吧 至少不會說不發片就把你file之類的 結論是 你的生命是你的 你得做出選擇 我也不能強迫你 應該說 誰也都不能強迫你 OK就 OK對不對 等等等等 很多人說我最後一段不知道在公開小 所以我這次會說比較 清楚一點 OK 拜拜 拜拜